台湾 香港 摔角 雙冠王者 你們知道史上第一位台灣 香港 摔角 雙冠王者是誰嗎? 聽說是一位叫惡王 是要是摔角名手 那你們知道他的經歷嗎? NTW無差別級冠軍以及AWGC次重量級冠軍 惡王啊 差量很腰帶吧 我們健身房的牆有點空啊 拿你的腰帶作為裝飾似乎是個不錯的選擇啊 我是惡王卡德亞 我今天接到一個很有趣的訊息 你叫見人 蓋衣 蓋褲 蓋手 我不在乎 聽說你想要挑戰職業摔角的肉王卡德亞 如果今天是健身的話我不敢講 但今天你要在職業摔角的領域來挑戰我 你是愚蠢還是無知 我不知道 歡迎 也是要職業摔角的一台 我們待會見 喔 Say hello to your new friend 你會需要他的 我死了 你會不會 我死了 我命 你會不會 我死了 by bwd6 右方 二王 右方 三進一刻 在這 準備好嗎 快 一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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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nah n sir 1 1 1 2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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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好球 為什麼我被摔 你問在哪裡 看起來了 你被摔還蠻爽的 為什麼說我被摔而已 蠻爽的 再次向大家介紹 惡王卡茲 YA 哈囉 女玩 今天真的真的是非常榮幸 能與我們台灣摔角的驕傲 惡王一起在這個擂台上面過招 我自己小時候是有摔角夢的 小時候我是常看W-1比賽 所以就幻想自己 有一天也希望能上擂台 然後打一場漂亮精彩的比賽 還行嗎 還行還行還行 一個初學者也很棒 啊 太感動了 雖然可能在台上短短幾分鐘 其實我們已經跟Casia老師練了一整個下午好嗎 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站上這個擂台了 的確 對 就算我們平常做了那麼多重量訓練 對 還是承受不住 惡王卡茲亞老師的 溺水平拍機啊 你看他都紅了 來 秀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沒有 到這邊想請問Casia老師 平常摔角也會做一些重量訓練嗎 還蠻多的 但是痾 自己摔角的訓練很多元 他除了一般的肌肉訓練之外 還會有翻滾 還有瘦身倒法 然後甚至還有手機擂台 甚至一些心理學的部分的學習 那使用器具的健身 算是比較 確實 學者會自己去想要讓自己更好去做 但是大部分我們的肌力訓練 所以還是以功能心訓練為主 對 大部分 我剛剛聽到 卡茲亞老師有講到 心理學這個部分 我是滿好奇 我覺得很有趣的一點 職業摔角跟其他的積極運動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職業摔角的選手個人特色非常重要 因為職業摔角是一個 沒有辦法透過講話 讓觀眾去了解你這個選手特色的一個職業 所以我們每個選手必須要去 比如說擂台要做哪些事情 會讓觀眾激起他的情緒 或者是他必須要建構自己 讓自己成為一個 能講故事給觀眾的一個選手 這個其實滿重要的 喔 大家看 其實你知道嗎 我都是在螢幕上面看卡茲亞老師喔 他螢幕上看起來很壞 有沒有 凶神惡煞 可是你看 現在講話起來 其實老師是非常 國學有資訊的 欸不一定啊 搞不好我下去就在坐浪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那第二個問題想請問老師 就是台灣職業摔角的願景 好願景 我們現在目前台灣的職業摔角發展到現在 真的開始發展已經超過了16年以上 我是2003年出道 嗯 那到現在已經15年了 那我還不算是第一批的選手 這樣子一個旅程來講 我們會慢慢發現就是 台灣的觀眾在接觸到媒體的資訊 所以越來越多的情況之下 對這個職業摔角 從一開始可能 非常的陌生 所以他不知道職業摔角到底在做什麼 嗯 甚至會有一些人 把職業摔角這樣的積極性運動 不然是暴力這一點的 一些小小的偏見 在這幾年的資訊的流通之下 慢慢的有在持續成長的階段 我們希望讓職業摔角在台灣變成一個 雖然可能不能到非常主流性的運動 但是要變成是一個大眾的文化 我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嘗試去享受這樣子的娛樂運動 真的 去欣賞職業摔角帶給大家的視覺震撼好不好 我覺得其實打摔角藝術性質是滿高的 我自己覺得啦 因為職業摔角其實它是一個積極運動 但是它也是一個很棒的一個 融合了一些表演元素在的一個職業運動 所以它在很多層面上面可以符合 許多不同層次的人想要的娛樂想要 你想要有影音視覺 它也會有影音視覺 你想要非常激烈的正規比賽 大部分的人會說 現場好像在電視上看到職業摔角就是大 應該不痛吧 我告訴大家 我真的快暈了 這不是開玩笑的 這真的不是開玩笑 痛嗎 真的很痛對不對 他被打到講不出話 你呢 真的不出話 第三個問題想請問Kazia老師 我知道現在越來越多年輕人 會想要多認識職業摔角 或甚至想踏入這個領域 那香全老師有沒有什麼話想對這些事來講 我想要給大家的建議是 我們在這幾年來覺得非常多的 因為我們的資訊流通之後 我們的比賽在網路上搜尋到 所以對於台灣的一些觀眾來講 尤其是年輕的觀眾來講 他們會知道台灣有一個地方 甚至有兩三個地方可以去訓練職業摔角 讓自己可能有機會 他讓職業摔角雷台 但是我想要認真給各位的建議是 呃 你目前看到的 台上的這些職業摔角選手 你可能覺得他非常風光 你可能覺得他非常的帥氣 你想要去施展你自己 在一些摔角比賽裡面看到的招式 但是那些東西其實都是 非常非常後期才會訓練到的地方 職業摔角最重要的東西是基本 基本 基本功 永遠都是任何一個運動都是一樣 你一開始的基本功一定是最累 一定是最煩躁 你必須要從一個地基慢慢打起 才會到後面的地方 這前面的一段時間 非常的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光鮮亮眼 單位職業運動其實一直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希望大家在他這個行業之前 要先第一個是要有這樣的決心 第二個是不要輕易的放棄 我這樣的決心不要輕易的放棄 好不好 我剛來到這個擂台的時候 我就跟Kazai老師說 欸老師 我想要跑繩 我想要去彈那個繩子 我想要跳到角落上面 你全部被禁止了 他說你這個會受傷 我們先從簡單的來就好 結果簡單的試過之後 我就不想再試下去了 因為一開始呢 所以我就跟他們講說 我們可以用跑繩 因為跑繩看起來還算蠻簡單的 往跑繩看起來 然後挖挖就在後面 好痛 欸欸欸真的 我有聽到 不論是摔角 不過是各個季級運動項目 他都是需要非常長時間訓練的累積 非常專業喔 才能像我們站到擂台上面 大家看到可能幾分鐘的比賽這樣子 他背後付出的血汗是我們通常看不到的 所以千萬不要輕易在學校或是家裡或任何地方去嘗試這些 積極的動作啊 動作或者是覺得這個招式很帥 然後想要模仿一下 對 常常可能一個模仿 一個很簡單的Unlock 一個模仿 就沒了 其實這個對一些職業運動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禁忌 如果你想要訓練職業甩腳的話歡迎跟我們聯盟聯絡 台灣有不只我們聯盟還有其他的聯盟都有在訓練職業甩腳 歡迎大家來加入台灣職業甩腳 聽說8月4號有一場大型賽對不對 我們NTW新台灣娛樂甩腳聯盟 在8月4號的時候會有一場職業甩腳大賽 是融合了台灣的選手跟日本選手 甚至有歐美的選手會到台灣 還有一些傳奇選手也會到台灣比賽 那他是8月4號在視頻大道上面的一個叫做視頻會館 大家可以到NTW新台灣娛樂甩腳聯盟的粉絲專頁去搜尋 最後最後如果大家想要多認識惡王卡紫亞的話 歡迎到我的粉絲專頁惡王卡紫亞EVOR ARMY AISHI 來搜尋我的資料感謝 謝謝大家我是建仁蓋伊 我是惡王卡紫亞 我們下次見掰掰 See you next week 來自外洋 來自選善聲收費 完結姬 呼吸,然後胸挺起來 就跟你一般在練那個胸腿一樣 哇靠好痛喔 好大聲,太恐怖了吧 整個有一股那個很熱的感覺 從這邊往上散開 我跟你說 很痛 真的很痛 超痛的 真的嗎 看真的很痛 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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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痛